欢迎收看本期的震撼新闻 最近有一则新闻引起很多人注意 就是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 Darsui Sabin Samita所说的 见不得光的偏门生意也要报税和缴税 他说那些从事偏门生意的人士 不要担心被捕 他们的身份将保密 否则如果他们被发现有产业 但不能解释收入来源 内陆税收局将着手调查 并将罚缓10% 这个新闻让很多人想不通 是不是政府准备帮助这些 从事偏门生意的人 漂白他们的资产 好让在他们报税后 他们的钱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使用 这不就是政府帮捞偏门的人洗黑钱吗 都讲是偏门了 就是见不得光的生意 其实税收局说要替这些商家身份保密 这些商家真的就会外外的报税吗 就算他们愿意报税 在申报时要怎样替自己的行业分类呢 例如贩毒的是不是说自己搞药剂 走私的说自己搞运输 卖银和开赌的就说自己从事娱乐行业 这些都是刑事罪行 作为一个负责人的政府 真的只要他们缴税 就能不追究他们的罪行吗 或许一些从事偏门的人也会想到 可能政府跟他们开个玩笑 或者设一个陷阱给他们自投罗网 不会当真吧 西蒙政府是个让人无限想象的政府 之前把咕噜飞换个名字叫做塞车飞 花一百万令吉研究会飞的国产车 现在都叫从事偏门的人交税 未来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